大家好,我是孔麟杰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继续我们商管程式设计的第三个lecture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东西是conditionals and iterations 基本上呢,它就是在讲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如何控制我们的程式运作的顺序和逻辑 那某方面来讲呢,今天讲的东西是整个学期之中最重要的 因为你学会了今天的东西了以后 你就可以让你的程式按照你想要它运作的方式运作 那么基本上呢,所有你希望程式做的事情就几乎都可以做到了 剩下的东西某方面来讲就是辅助而已 所以呢,控制逻辑事实上也是整个程式设计中最训练你的逻辑的部分 训练你抽象思考的部分 所以,教的东西固然简单基本就是一些语法 但是运用的巧妙就是看个人练习啦 好,那我们来开始吧 今天呢,预计会这么做 先给大家一些preparation 也就是我们在进入真正的主题之前必须要预习和复习的部分 包括大家已经略有接触的Data Type 我们会认真地介绍所谓的Bulling Data Type 以及大家曾经看过的Assignment和Comparison Operator 我们要再讲一次 然后后面的影片我们会介绍如何做条件式的选择 以及如何让程式反复地做同一件事情 好 那么呢,这个Bulling Data Type是什么 我们在这门课目前为止 已经介绍过三种基本的资料形态了 整数、小数和自串 那么呢,我们也介绍过这三个函数 他们Either会给你一个整数、一个小数、一个自串 根据一些初始值 或者是你把一些值传进去这些函数 它会帮你试着转型成整数、小数或者是自串 那么呢,都不错 那我们今天还要再介绍一种新的 没介绍过的资料形态 叫做Bulling Data Type 那Bulling这个人是一个以前的数学家 所以Bulling就是他的名字 那么呢,到现在就被用来表示这种资料形态 这种资料形态说到底 就是0跟1、是或否、true或false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称它Binary Data Type Bulling Variable也被称为Binary Variable 好,所以二元的变数大概是怎么用的呢 像这样 我们今天要Create一个Bulling Variable 我可以用Bool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就会就像是Int Float一样 就会给我们一个变数的值 然后呢,它被Assign给一个变数了以后 它就变True或False了 那么一个Bulling Variable的值呢 可以用True或False来Assign给它 那么这个True或False啊 他们这个True、False都是关键字 所以你就是照着打就对了 好,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Program 比如说第一个Program就是AssignFalse给A 所以A就会变成False 然后呢,如果你印它的Type 它会是Bull 那我们试一下 好,所以我们呢 就复制贴上这段程式 然后F10 那么呢,就看到False 然后就Bull 就是这么简单 那第二个程式呢 就是True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True,没有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是我们直接Assign所谓的Bull的回传值 那这个无非就是让我们感受一下 它会回传的到底预设值是True还是False 答案是False 这个某方面来讲并不是特别令人意外 我如果用Int这个函数回传的是0嘛 我用Float这个函数回传的是0.0 我用String回传的是空字串 所以那当然就是我们以0啊空啊 这种东西作为预设值 那么在True跟False的世界里面呢 False就是代表是0 基本上就是有或没有 有的话是1,没有的话是0嘛 所以False就是比较像是0 所以预设值就是False 所以呢当我用Bull来产生一个Value Bull0Value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是False 那么今天有了这件事情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协助我们如刚所说的理解啦 False基本上就是0 所以True呢就是不是0 那换句话说当我把一个值assign给Bull 当做input的这个参数了以后 会转出什么东西来 不是转出True就是转出False嘛 你就看这个值是0还是不是0 不是0的东西就会转成True 0的就会转成False 所以就像这样 我呢今天我执行这个Program 一开始我把0传进去 它就会给我0 它就会给我False 123就会变成True -4.8就会变成True 好我们快点试一下 大家就会看到False True True 基本上就是你把0传进去Bull 就会给你False 其他的值一律都会给你True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就是False 有就是True 好 那么呢我们也简单地看过 Comparison Operator 那么比较完整的清单当然就是在这里 我们有6个Comparison Operator 那Technically呢 它们都是吃两个Operm 然后回传一个Bulling的Value 也就是说呢 你会给它两个运算员 然后它比一比了以后 就会告诉你True或是Fals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个范例 A等于10 B等于4 S等于123 这字串 请问A有没有比B小呢 今天它如果运作A小于B 它就是一个Operation 这个比较用到了小于 这个Comparison Operator 那么两个参数丢进去 两个运算员丢进去的话呢 那就看一下啦 10小于4吗 False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回传False 然后当然就会被印出来 接着是问你 请问S的长度 有没有不等于B呢 S的长度是3 3不等于B是事实 因为3不等于4 所以这里就会回传True 那最后是这个 A加2有没有等于B乘以3呢 A加2B乘以3 看起来是有嘛 所以就是True 那我们试一下 好 所以印出了False TrueTrue 并不是太令人意外 对吧 那么我们分别用到的Operator 是小于不等于和等于 好的 那么我们前面呢 有介绍到6个Comparison Operator 其中我们介绍了等于等于 也用了等于等于 它确实就是在比较 左边跟右边是否相等嘛 那么对初学者来说呢 等于等于和等于 是比较容易搞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如果我把两个键盘上的等号 连着打在一起 它是一个Comparison Operator 只打一个等号的话呢 它是一个Assignment Operator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只是使用的符号比较像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这个个别是干什么 Assignment Operator 它做的事情是把等号 右手边的值 Assign给左手边的值 所以呢今天如果是一个variable 在右手边的话 它其实就是把variable里的数值拿出来 然后把它存到左边去 用的是那个value 而不是用那个variable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左手边不是放variable 而是放了一个value的话 那就会Syntax Error啦 所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例子 A是10 B是4 C是A 如果我printC等于等于A的话呢 这里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comparison 所以comparison的左右呢 就是比较两个值 所以它会做的事情 就是它会去看看 C的value是多少 以及A的value是多少 那A的value在这个例子里面是10嘛 那C的value呢 就是因为这里我们做了一个等号 所以我们会把10 这个A的value拿来assign给C 所以C呢自然就也会是10 所以这个comparison的结果自然就是true 因为C的值跟A的值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不考虑variable 是同一个variable 还是不同的variable 它是variable还是值 它反正就是compare两边的值 那么做assignment的时候呢 就是左边是个变数 右边把值拿出来用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呢不能做的事情是像是在右边这样 我不能assign一个东西给一个value 我只能assign给一个variable 这蛮合理的吧 因为value是constant嘛 是已经固定了的 它不能被改 那另外呢等号的左边也不能像这样子 放一个运算出来的结果 那其实仔细想想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a加b是一个operation 是一个addition operation 它加完了以后回传出来的东西 也是一个value嘛 所以就结果来说呢 这个会先算 算出了一个value了以后 等号左边不能放value 自然就会sintax error啦 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么呢我们今天再往下讲 我现在来看这个example 这个example干啥呢 a是10 然后a是a加2 然后我想问a是不是12 那我们先试一下 好如果我执行它 我们可以看到true true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a一开始是10 对吧 然后a等于a加2 那具体的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先看看我等号的右边是什么value OK是10加2嘛 是12 然后把那个value算出来了以后呢 assign给左边的variable 那就是a它本人 所以就是a本人要从10变成12的意思 然后再问 请问a等于12吗 确实就是等于 所以这样就是true啦 那么仔细地看这一个句子的话呢 就是它就做我们刚刚说的事情 第一个步骤是先把等号右边的值算出来 所以就是先算出a加2是多少 发现是12 在刚刚的情境下 然后呢 就把右边的值assign给左边 所以a就会变成12 那么呢 这当然就是运算的结果嘛 这个跟我们在数学上喜欢写的数学式子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想象我们小时候学的代数的话 a等于a加2怎么可能会对呢 当然不会对 因为0不能等于2嘛 但是今天我在程式设计的世界里 当我的等号实际上代表的是assignment 而不是代表comparison的时候呢 那这件事情就会成立 而且是可以正常的运作的 所以只要我们了解一个等号是做assignment 而不是做comparison的话 那么就不会搞混 就可以正确的解读这程式码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呢 in summary 我今天通常我喜欢讲 我喜欢把两个等号合起来念作equals 而一个等号念作becomes 什么意思呢 今天如果我写 if a等于等于b加2 我就会念 if a equals b plus 2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在问是不是一样嘛 那如果我写a等于a加2 我就会写a becomes a plus 2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意义就非常的清楚啦 就也比较不容易搞混了 那么 a等于a加2 这样子style的语法 或者是说assign a加2 to a 或者是a becomes a加2 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很常用的 很常用的理由呢 我们在今天的lecture里面 也会给你一些example 那么因为它很常用的关系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 这种东西叫做self assignment 也就是自己的值拿来做一些运算了以后 再assign回自己 也就是a variable is modified from its own value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称它为self assignment啦 那因为self assignment很常用 所以在程式语言里面呢 还帮我们制作了所谓的self assignment operator 比如说啊像加法 如果我要让a等于a加2 或者说a becomesa加2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写这样 你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缩写 当我写加等于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把它拆解成a等于a加2 这样子 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写a减等于2 它就会帮我改成a等于a减2 也就是a becomesa minus 2 所以这里面并没有什么ambiguity 然后呢我们当然有加减乘两种处法 然后我们可以平方 我们可以取余数 所以呢这里的东西 全部都可以做 好那我们稍微试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连串的这个运算 和输出 a等于a加a becomesa plus 2 a becomesa minus 2 依此类推依此类推 那我们试试看 好我们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数字 a becomesa plus 2 a就会变12嘛 然后呢 a becomesa minus 2 就会变10 a becomesa times 2 就会变成20 然后a再becomes a divided by 2 又会变回10 这样子 那大家应该还记得 做两条斜线的除法的话呢 是留下那个商 如果左右都是整数的话 会留下那个商 那么如果是做一个除法的话呢 除出来的东西会变成小数 那么所以你看第10行 第10行是把a拿来除以2 那a本来是10 除以2本来就是变成5嘛 但是一个斜线的除法呢 就会把结果变成小数 所以这个时候 a已经变成一个float了 变成5.0 所以这是运算子 它回传东西的时候的设定 一个斜线就是回传一个float 然后平方 平方就变成25.0 然后再除以2 取余数就变成1.0 以此类推 好 那么呢 这样就是self assignment self assignment有两个好处啦 第一个就是写起来比较快 稍打几个字 成事码看起来可能也比较清爽 第二个就是真的在电脑里运作的时候 通常运作的比你写这样子来的快 因为你写一个普通的a等于a加2的话呢 程式会去理解说 这里做了一个assignment 那程式呢 未必会看出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self assignment 所以呢 程式要先做右边这一块 然后把值算出来 暂时存起来 再assign给左边 看是whatever 但如果你写的是a加等于2的话呢 程式就不需要做这个暂存的动作啦 程式直接找到你a那个格子 那个变数存在记忆体的什么地方 然后就把它加2或减2或乘2 依此类推 程式可以直接做 那么呢 这样子在你做非常非常大量的运算的情况下呢 左边这个当然是比较快 那不过这个东西太detail了 大家其实不用太在意 你呢 只要能写出正确的程式 基本上就已经很错了 好 那么最后一个东西是所谓的cascade assignment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程式在干什么 a等于b等于10 然后a等于a加2 然后印a跟b 那我们试试看 首先我们发现 a的值会变成12 b的值会变成10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 看起来好像应该是a跟b 一开始都变成10 然后a再变成12吧 确实是没有错的 我们这么做完了以后呢 的确会发生我们刚刚说的事情 因为a等于b等于10 它会做两次assignment 它依序呢 会先做右边那一个 把b变成10 然后因为assignment的结果 它就会回传它assign的那个值 所以这个时候呢 b变成10之余 它还会回传10这个value 再把10这个valueassign给a 所以这样子一做完呢 a跟b就都会变成10啦 那么我们今天当然就是 你可以在一个statement里面 assign同一个值给 许多个不同的这个变数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说你做了cascade assignment 所以你也不一定直接两个 你也可以接三个啊 四个啊 五个啊 之类的 那当然它们应该要是不同的变数啦 来做什么呢 它可以让我们create if statement 这样的if statement里面 会包含几个元素 首先当然就是要有这个关键字 来标示说 我现在要写一个if statement 接着是要有一个condition 这个condition可能是 比如说比较 如果三小一八 那你就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这个condition呢 会回传一个booling值 它是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反正最后要return一个booling value就对了 那么底下的这些statements呢 就是如果condition是true 我们就做 不是true就不要做 那么呢 这些statements可能有很多 我们就一行一行一行的做 这样子 那我们就说 这整个合起来是一个if statement 或者是一个if block if区块 因为这整块是要一起做 或是一起不做的吧 那么这里有一个分号 对不起 冒号 它反正就是 标示着condition的结尾 所以是一定要打的 好 那这是上礼拜交雇的东西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想说 我们也想要 更进一步 就是condition如果true 我们就做某些statement 不然我们就做另一区statement 那么我们就有这个 我们可以写一个else 然后打个冒号 那么后面呢 就可以接另外的一区的statement 那么就是要码会做statement1 不然就是会做statement2 那么呢 显然一个else 一定要接一个if 不然 没办法配在一起嘛 所以这是必然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他们必须要在排版上 被排在同一个阶层 不然也是认不出来 那其次就是 你的block不能是空的 你不能写个if condition冒号 然后空着就直接写else 这样也很不合理嘛 所以呢 block里面一定要有东西 那我们来看个例子吧 这个例子很简单 就是 如果使用者任意地输入两个整数 我能不能印出比较小的那一个 怎么做呢 我就先说啦 不知道哪个比较小 好吧 先假装 第一个比较小 先把nom1的值 存到min 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问一下 我有没有需要改 如果nom1 其实比nom2大的话 我们就赶快修正一下 把nom2存进min里面 然后我再print说 min 是比较小的那一个 这样就可以啦 那 它当然有别的写法 所以这里只是其中一种 不过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使用者呢 就输入比如说12 和8 也就是说8比较小 如果我说87 和比如说102 就是87比较小 依此类推 那你就说 那我要是输入12跟12呢 没什么好说的嘛 它就是会是12比较小 那你也可以知道 它到底是印谁 如果是12跟12的话 因为nom1并没有比nom2大 所以呢 它就印出了nom1的value 那反正就是12 所以这个程式依然是对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 if else的应用 那当然这个地方 就是稍微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里有个逗点 逗点分隔了print里面的两个 pieces of information 或者你说两个token吧 两个component都好 那么呢 逗点会帮你自动加一个空白键 所以刚刚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空白键 以刚刚的例子来说是很合适的 好 那么呢 今天if else 它可以做更大的这个运作 也就是说 它可以被弄得更复杂 来完成更多的任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就称它为nested的if else 那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啊 我今天想要的话 我可以把一组if else 包在另一组if else里面 像现在画面上这个样子 在这个例子里呢 就是说 它们会先去判断condition1 是true还是false 如果是false 当然就做statementc 这没问题 那如果是true的话呢 就进来把这个当成一个statement 再去做 那这个时候就要做第二个判断 就是如果condition2 is true 就做statementa 不然就做statementb啦 那仔细地看的话呢 就会发现 这确实就是把里面的那个if else 当成是一个statement 再处理就是了 那这个呢 我们叫它潮状的选择 潮状的if nested的if 这样子 就是一个里面包一个 一个里面包一个 这样子 那么呢 这个 显然地 相对应的if else 要排在同一个阶层嘛 相对应的if else 要排在同一个阶层 这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你当然不会说 把这个else 移到这里来 那很明显的就不ok 对吧 所以潮状的结构 就是大的包小的 小的呢 那就是一定要包在大的里面 小的不能跨几个大的 那这个应该还算是蛮直观的 好 那么呢 我们的if或者是if else 它也可以被放在else的block里面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东西在这里写一发 或者是呢 你如果想要的话 当然不一定每次都要有else嘛 比如说这个else可以没有 那也都ok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自由组合的 那我们也可以做任意level数的if else 也就是呢 这个if里面可以再有if 这个else里面可以再有if else 然后里面再有if else 再有if else 基本上就是你要写几层 都没有问题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estedif else 可能可以干嘛 举例来说啊 刚刚给我们两个整数 我们印小的嘛 如果给三个整数 我要怎么印最小的呢 这个也是有很多写法 不过我们来试着用nestedif else写写看 方法是这样 我勒先让使用者输入三个整数 存在abc里面 如果a比b小 小于等于啦 如果a小于等于b 那我就知道啦 那反正不需要考虑b 我就把a跟c拿来比较 我就问a有没有小于等于c 有的话呢 我就说a最小 不然的话呢 就说c最小 因为刚刚在这一个comparison里面 我们已经把b删掉了嘛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今天呢 如果今天a跟b比完了以后 其实a比较大 那我就是把a删掉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只需要比较b跟c就好了 谁比较小就把谁印出来 那这样子的程式执行下去 大概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 所以呢 我们来试试看 今天我如果3 8 2 2最小 我今天如果7 是19 或者是这个234 已经是7最小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那大家如果trace一遍这个code 仔细的一句一句检查的话呢 应该会得到跟我们刚刚一样的结论 好的 那么 这个程式理解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试着练习问自己的两个问题 都很简单啦 第一个是问如果输入的abc的值之中有相同的值的话 或者是他有数个值都是最小值 那我们的程式是不是还能正确运作呢 答案是可以的 大家就想象几个情境 是有两个值或甚至三个值的value是一样的 然后呢 你就试着思考一遍这个程式会怎么运作 然后你就可以推论说 OK我们的程式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一种抽象思考的训练 好 那么呢 另一个问题是 我有没有更好的implementation的方法 所谓的implementation就是实作 就是我有一个idea 那我有没有办法再把这个任务完成的路上 选择比较好的完成方式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呢 当然是有 那不过我们得要先问自己 什么叫做better better通常有几种定义啦 所以你要看情况 一般的定义就是 比如说跑起来会比较快 这是一种 就是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做的速度比较快 那基本上就是better 又或者呢 我们是可能考虑程式的可读性 或是易读性 也就是这个程式给人读的时候 比较容易理解 那现在的程式都还很简单 所以可能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很快底 我们就会写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式 如果同一件事情 有两种写法 一种人读比较容易懂 而且效率差不多的话呢 我们当然prefer容易懂的那一个 因为有一天我们可能需要修改这个程式嘛 那当然就是要比较容易懂的 比较好修改 那另外当然还有 比如说有的程式写起来 就是比较容易修改 但有的比较不容易修改 那也有这种差别 那我们有时候呢是称呼它为模组化与否 那不过这个都还早 我们现在就先问自己 我有没有办法找一个另一个写法 执行起来有机会比较快就好了 答案是有的 就在这里 今天左边的写法呢是说 我现在不知道谁是最小值 我就先空一个格子在那边 等一下呢我看看 这个A B C 谁最小 我就把它的值塞进去 左边这个写法跟前一页的写法 稍微有一点不同 对吧 它多宣告了一个变数叫做命 然后试情况 把该放进命的value放进去 然后最后把命印出来 它这个写法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从头到尾只需要print一次 对吧 如果是前一页的写法呢 你print了四次 那print一次跟print四次有什么差别 比较直观的看是说 print一次的话 这个程式码的总字元素比较少 就是这个你print要写很多次 如果是你写四次的话 你就会这里一行这里一行这里一行 这里一行对吧 看起来就很挤 那不过平良心理想看起来很挤 根本就不是很重要 因为反正这个编译下去都是电脑在读 所以倒是还好 但是人看的时候呢 人一般都喜欢比较清爽的东西 所以这部分是有一点差别的 这一页的左边的这个写法 比起前一页的 就显得比较清爽 那通常易读性也比较高 另外一个更具体的东西呢 就是consistency 或者是inconsistency的问题 这个是在讲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考虑一下前一页的那个program 前一页的program长这样嘛 今天呢我每一句话都是印说 ok 16是最小的 8是最小的 依此类推 如果有一天你老板跟你说 诶 某某啊 我们这个程式呢 在那边印出谁最小 感觉实在是这个就是资讯量少了点 不如你印说 某个数字是 三个数字之中最小的 也就是说他想要请你修改 这个印出来的句子 他想要你改成 is the smallest out of three numbers 比如说像是这样子啦 那你要做什么呢 你就是要把这四句话 都改成你老板说的那个样子 你一个事情 因为之前重复写了 写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就要做四次修改 那只要你有任何一个修改 没有修到 你的程式 就会发生不一致的情况 也就是inconsistency 那么呢 在前面这种写法 我们就说你有比较大的 potential inconsistency 因为万一要改的话 比较有机会没改到 那你可能会想 那我细心一点就好啦 或者是那我就取代啊 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那些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消灭 potential inconsistency 就是直接写第二页这个样子 第二页这个样子呢 根本没有任何inconsistency 或者是取代的这个烦恼 就只有写一次而已嘛 要改句子就把这句改掉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是有差别的 那么你的程式如果发生inconsistency 那毫无疑问的就是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你应该会想要使用 potential inconsistency 比较低的写法 好那另外呢 是右边这个写法 右边这个写法显得更精简 而且我们现在要来argue说呢 它的效率会更高 它一开始就先假设 c那个数字是最小的 然后我左边有一些情况是 我发现c最小 我就把c塞进命 那现在不需要了嘛 因为我已经先把c塞进命了 如果c其实不是最小的 我才做一下修正 所以如果我今天 随基底伸出三个数字来的话呢 很有机会 右边是可以少做几次assignment的 对吧 那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做几百万次的这个task 那这件事情右边就会产生出 跟左边就会产生出速度上的差别啦 所以右边这个例子呢 是比较好的 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是可以 我们可以说它比较好 因为它程式不但简洁 而且potential inconsistency 比较低 而且 它效率比较高 若是如此的话呢 在这个例子里 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implementation 那么if这个东西啊 它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 我们称它为turnary的if-else turnary这个东西是三元的意思 也就是有三个input 我们有时候有binary 它可能是两个input unary是一个input 所以有unaryoperator binaryoperator 有时候也有turnaryoperator 那么这个if怎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的来说啊 它可以被想成是一个缩写 而它用的时机呢 通常就是如果我要做的事情 如果在if-else判断完以后 要做的事情很简单的话 那么也许我们不想把它写成数行 我们想把它写成一行 那我就写这样子 基本上呢是一个if-else的statement 但是就是说 如果这个condition是对的 我们就去做operation A 然后回传某个东西 不然我们就去做operation B 然后回传某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确实必须要是 你在对或错的情况下 要做的事情相对很简单的时候 才适合这种写法 不然基本上搞不定嘛 基本上就会乱七八糟 基本上就会没有办法compile 好 所以讲起来很简单 如果condition成立 就operation A 不然就operation B 所以刚刚的example 也可以被改写成 比如说像这个样子 如果A小为等于B 那我现在知道啦 我就是比较A跟C就好了 所以min要变成什么呢 min基本上就是要变成 这个ternary if的回传值 如果A小为等于C 我就去做operation大A 这个时候的operation A 里面只有小A一个变数 那就是回传A的意思 那或者是回传C 所以就结果来说呢 就是不是回传A 就是回传C 那要是这个A是大于B的 那基本上就是把B跟C拿来做比较 所以框起来的地方就是B跟C拿来做比较 要码回传B 不然回传C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的程式码就变得比较短 行数比较少 对吧 那每一行的资讯量变得稍微多一点 那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就见仁见智啦 如果你对ternary if的写法比较不熟 你当然prefer前面那一种 看起来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呢 前面那一种程式码行数比较长 每一行的这个资讯量比较少 如果你的程式码真的是不必要底 很长很长的话 那这个时候 读的人就比较容易错过重点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好有坏 那就是适时机使用 如果你能接受的话 在这个例子里写Ternary if 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情 不过如果你不接受 没有关系 你就写上次刚刚那一页的写法 就把它直接巢撞起来 也非常的OK 那Ternary if在使用上呢 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加上 让人读起来比较容易阅读的 Parents thesis 也就是原刮符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如果我把原刮符加上去的话呢 看的时候就会比较直观地觉得 哦 所以是一个两个三个component 又或者是我可能会把这整个statement 都用原刮符刮起来 那这样子读的人呢 自然就会知道 哦 命等于 后面这个原刮符 somehow会回传给我一个东西 这样 那这个原刮符如果加或不加 对执行的结果是没有差别的 它只是人比较容易阅读而已 那不过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确实比较prefer这一页的这两种写法 土前面那一页的写法 因为加了原刮符 人确实比较容易阅读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呢 又不伤害效率 那当然就是比较好 ternary的if 它事实上也可以被nested 比如说像这样 我可以写说 我的命要是什么呢 先比一下a小于等于b与否 如果是的话就比一下a小于等于c与否 然后是情况回传a或c 那如果a比b大 我就来比较b跟c 然后看要回传b还是回传c 那另外一种写法就是再多加更多括号而已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想啦 这样写也可以 而且刚刚的数行就变成一行了 所以好不好也是你决定 不过一般来说呢 你nest这么多东西到同一行里面 可能这一行的资讯量也有太多 多到有点不必要 多掉不容易阅读了 所以就结果来说呢 程式设计确实跟写作文有点像 你要决定怎么present你的work 那么可读性确实是重要的 如果你一开始拿捏的 你不知道怎么拿捏的话 你就用最简单的写法 程式码行数多一点也没有关系 通常比较保险 相较于你写这种 就是一行很多东西的 如果你不能选 如果你不会选 你就选写很多行 每一行都比较简单的 一般来说 就比较容易 那么呢 我们刚刚已经有微微地介绍过了 就是这个缩排 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个重要法呢 以这个例子来看吧 左边跟右边这两个program 各代表什么 左边的例子里呢 是问 请问A是不是10 请问B是不是10 若是两者都成立 就印A跟B都是10 如果A不是10 就印A不是10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if配的是这个else 但是右边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都一样 只是这里往右缩排了 那么在Python的世界里面 它就是看着缩排在决定 这个else跟这个if 还是那个if配 这个block是到什么尽头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呢 你的这两个if else是配在一起的 它就会变成 如果A是10 然后B不是10的话 它却印出A不是10 的这样的错误的资讯 也就是说 程式码的内容 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缩排不同 执行的结果 就可能会从对的变成错的 所以在Python里面呢 我们的else会怎么被配对呢 它就会在同一个阶层 同一个阶层去找 最靠近它的if 找到了就配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Python的文法规则 所以它会去同一个阶层里面找 最近的 它不会去它的上一个阶层 或下一个阶层找 它只会在它同一个阶层找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Python才有办法解读我们写的program 那我们人就是要去follow这个规则 去写program 它才不会误解 是这个样子 那么呢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if if-else 所以现在再多介绍一个叫做else-if的东西 它是干什么呢 它基本上就是说 我如果有if-else 我就可以对一个condition做回一 那我如果有多个condition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刚刚所说 我们可以做nested的if-else 像这样 比如说我要判断 A到底是比10小 比10大 还是相等 那结果来说是有三个可能性吧 那一个if-else只能有两个可能性 所以呢 我再nest一个if-else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A比10小 就是比10小 不然 我再来区分是比10大 还是恰好等于10 那就是这个program在做的事情 好 这倒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 今天 我们人呢 通常会使用这下面这种写法 也就是使用else if 这个关键字 来改写我们这个program 那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是在干什么 elif 这个关键字 就是else if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A小于10 你就做这件事情 不然 你就马上帮我判断 A有没有比10大 然后做这件事情 再不然就这样 所以它其实意思呢 就是这两个写法是一模一样的结果 只是当我看到else if的时候 它后面会直接接一个condition 那么我最下面的这个else 它就会去找 它有没有人可以跟它配对 那在这个例子里呢 它当然是跟这个if配对 对吧 那或者是你可以说 这三个人是合在一起 是一组if statement 只是这个if statement里面有if else if 和else 如果condition一 怎样怎样 不然就condition二 怎样怎样 都没有 就condition三 所以照这个逻辑来讲呢 你也可以串一大堆的else if 你可以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都可以让你可以让你的if else 可以做多种可能性的判断 那我在这个例子里 我们为什么说下面比上面好呢 主要是因为 这里的这个三个condition 实际上就是对着同一个东西做比较 它就是一个东西 A有三种可能性 所以如果我把它们写在同一个阶层 或是同一个statement里面的话 读的人比较容易直接的理解说 哦 这是对着同一个东西的三种可能性在做判断 如果我今天写上面这一种的话 看起来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直观 我就会觉得是某个东西 然后另一个东西 然后深入地读了以后才发现 哦原来 原来今天是同一个东西啊 这样子 所以呢 要用哪一种是看情况的 以这个例子来说 因为A一个人 三种可能性 是我我就一定会写下面这一个 比较直观 比较容易理解 但今天如果我是 请问你是男生吗 然后男生问某些问题 请问你是女生吗 女生问别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就是写上面这一种 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else if这个东西啊 它通常呢就可以用来这个取代 或者是代替两个nested的if else 这个跟刚刚的例子看到的是一样的嘛 那么如果我不用else if 当然也可以 我可以nest一大堆的if else 不过它可能会对readability带来很大的影响 以这个例子来看吧 今天呢就是如果今年是一个平年 也就是二月是有二十八天的话 那我就说啦 if month one是一 就说有三十一天 else if month是二 就说二十八天 else if是三 就说三十一天 依此类推 那我呢会prefer把它们全写成一组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if 因为它是对同一个东西 month 做各种不同可能性的判断 但是呢如果我坚持不用else if的话 就会变成 if month是一 就应三十一 不然就if month是二 就二十八 不然就if month是三 就三十一 依此类推 可以是可以 但是一来 同一个东西 却写在不同阶层里做判断 不方便 也不直观 二来就是你缩牌会缩得很夸张吗 你会往右缩十几个阶层 其实是很没意义 而且又伤害可读性的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呢 确实就是左边这种写法比较好 所以else if 非必要 但是有了它 可以让你的程式变得好很多 那我们接下来呢 介绍一个我们在写conditionals 或是if else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工具 叫做logical operators logical operators呢 叫做逻辑运算子 所以它跟 比如说comparison operator 或是assignment operator一样 它们都是运算子 那运算子呢 说到底就是做运算的嘛 它做什么运算呢 做逻辑运算 所以它基本上是 类似像这样的功能 比如说啊 我们的if的condition 有的时候呢 其实是蛮复杂的 像是我说呢 如果我饿 而且我有钱 那我就买碗餐吃 或者呢 我可能会讲说 如果我不饿 或是我没钱 那我呢 就不吃饭啦 这样子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if 里面的这个condition 可能事实上是两个 或者是多个condition 组合起来的 而组合的时候 可能是and啊 or啊 not啊 之类的 那么这个and or not 我们就叫它 logical operators 所以呢 它们就是用来 combine multiple conditions用的 那么呢 我们一共有三个 and or跟not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做一个介绍 那不过在那之前啊 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and or not 这些东西呢 或者是其他的operator 他们是有所谓的 precedent rule 也就是优先权 也就是说 如果我一个statement 里面有一大堆的and or not 加啊 减啊 等于等于啊 之类的 到底谁先做 谁后做 是有规则的 程式语言里面一定有定义这个规则 不然看不懂嘛 如果你需要知道这些规则的话呢 教科书或者是网路上都查得到 不过我比较建议你不要记 也不要查 你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就打瓜糊就好了 理由如下 第一个你可能会记错 那到时候写错就倒霉嘛 第二个呢 就算你完全可以记住 你的伙伴 看你程式码的人 也很有可能记不住 那既然如此的话 还不如打瓜号 来决定谁先做谁后做 这样子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好 那这是我的建议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and and的这个operator呢 他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我们看两个condition 如果两个condition都 都同时是对的 那就回传true 不然就回传false 所以我们看一下 好 今天如果是3大于2 而且2大于3 那就是false 因为其中一个是错的 如果3大于2 而且2大于1 那就是对的啦 那in general呢 我们的写法就是 把and写上去 左右至少要各控一格 不能跟前面的condition 连在一起嘛 然后我们呢 就可以把这整个东西 放进这个if statement里面 那当然 if要存在 冒号要存在 其他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来看个例子 今天 我如果给你abc三个整数 那么我就看啦 如果a小于b 而且b小于c的话 那我就说b在a跟c之间 不然我就说b在a跟c之外 这样子 如果我这么写的话呢 那我就成功的利用了 这个and operator 因为他把两个condition串在一起 同时成立才回传true 讲起来呢 也是蛮简单的 那and operation啊 他通常是用来 取代nested if的 或是换一个讲法 你可以用nested if 来取代and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写法好了 我在那个if里面 事实上是同时判断了 a小于b 和b小于c 这两个condition 如果我不用and的话 我可以这样写 如果a小于b 我就来看看 b有没有小于c 有的话呢 就印东西出来 不然的话 就不要印嘛 这样子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左边跟右边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说它是一样的写法啦 那当然它还是有一点点 细微的不同的 因为你右边 如果a小于b 然后b大于c的话呢 以右边的写法 是不会印出任何东西来的 但是以左边的写法呢 它还是会印出下面这一句 不过你知道这个东西 稍微改一改 就可以让它变得一样了 OK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你要嘛用and 不然就用两个if 连在一起 那这个例子里 我们当然建议你用and 一来是你if后面的condition 很简单 所以你写成一个and串两个东西 看起来还是很清爽 看起来还是很容易理解 那第二个呢就是 它事实上就是同一件事情嘛 我就是某一件事情要被触发 需要两件事情同时成立 那么呢 写一个and串起来 当然是比较直观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呢 的确是推荐你 写左边这种写法 也就是使用and 那么有的时候啊 我们不一定需要and 比如说 很直观的来讲 刚刚的东西 我直接写if a小于b小于c 不就好了吗 确实是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写 那 关于能不能这样子写 其实是看情况的 比如说有一些程式语言 就不允许你这样子写 因为 不等号 这种东西 它呢本质上是一个comparison operator 所以很严谨的来说吧 如果我今天先比较b小于c 它应该会回传true或false 那么 a怎么拿来跟true或false比较呢 理论上是不行的 所以今天python里面 让我们可以写 a小于b小于c 其实等于是帮我们 它直译器看到的这句话以后 相当于是把它先转成一个and 串起来的两个比较 然后再去做比较 相当于是这个样子 那事实上呢 运作起来其实也是 有一点复杂的 所以是python帮我们写这个 这个有点像洁净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用 那有的时候呢 即使python认得 你也不应该那么写 比如说像现在这样 如果a小于b小于c大于10 而这什么啊 这一般人读了也是读不懂的 对吧 那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拿去执行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程式码长这个样子 如果你去执行的话呢 它就直接跟你说啦 对不起 a要define一下 好 我在前面先打一些东西 比如说假设a是10 然后b是12 c是50之类的好了 反正呢 现在大家都有define 你去执行的话呢 会看到某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不尝试解读 这个结果 为什么长这样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说呢 就是这个程式是可以执行的 也就是说 所谓的a小于b b小于c c大于10 这样子一串东西串起来 它compiler I mean interpreter 是看得懂的 但是即使看得懂 我劝你 或是我建议你 最好也不要这样子写 因为光是人去看 就看不太懂的东西 你硬把程式码写出来呢 事实上可读性就很低 所以希望你不要这样子写 即使它可以这样子写 好 那么呢 如果我今天有用到end 那end的左右就个别地 要是完整的comparison才行 所以我不能这样子写 如果b大于a 而且小于c 那人去读好像还可以接受 就是如果b大于a 而且b小于c嘛 但是如果我写程式码的话 这样子写是不行的 所以规定上呢 你要嘛用end 那你左右就要是完整的比较 不然呢 就是在比较直观的情况下 你可以这样子直接串 不然在其他的情况下 要嘛就是很不直观 不要写 不然就是compile会错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呢 有end就有or嘛 用法也是几乎跟end一模一样 只是它判断的方式变成是 两者有任何一个是对的 就回传true 只有在两个东西都是错的的时候 它才会回传false 所以呢就是用法也是一样 or的左右各放一个condition 然后if冒号都要存在 那么not not是什么呢 not后面只接一个condition 那那个condition如果是true 我就回传false 如果是false 我就回传true 是这个意思 那么呢用法上 大体上来说就是 给你一个condition 你直接把它翻过来的意思 那我们来试着看一下 这一个程式嘛 今天呢我们这个东西是在写什么 以左边这个东西来说 它呢是写说 请使用者输入 他还要不要继续 比如说玩一个游戏啊 或者是继续输入东西 或者是game over了以后 要重玩一次之类的 那么呢今天 我们先看左边这个程式嘛 左边这个程式嘛呢 是在问你说 如果使用者输入的那个值 通常应该是y啊n啊之类的 如果使用者输入的那个值 不是y 而且那个值也不是大y的话 那我们要干嘛 我们理论上呢 就应该要让它重玩嘛 不然呢我们就应出game over 这样子 那不过 今天在这个例子里呢 这个程式基本上是有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 首先你发现呢 它跟你说 诶 这个地方 什么什么intended block 不知道在讲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 你这个地方不能没有东西 对吧 所以比如说我来随便印一个东西好了 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再去执行 诶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如果我按y 它就会跟我说game over 诶那好像也不大对 对吧 照理说呢应该是我按n 或者是我按任何其他东西了以后 它要让我重新继续玩 我按了y或者是大y了以后呢 它应该要让我继续玩 然后我按n或是something else的时候 才game over嘛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程式嘛 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效果 那基本上呢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讲起来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这个condition的写法 和我们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左边这个程式码 你可以说它有两种错误 第一个就是这里空空的 这样不ok 第二个就是它的逻辑错误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右边这个程式码 右边的这个程式码呢 长这样 执行起来 要继续吗 我们就按y 诶 数东西都没有印出来 反正是对的 要继续吗 不要 不要就game over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右边这个程式码在干什么 看一下 使用者输入了一个字 然后被存到key这个变数里面 key是不是y key是不是大y 我们问这个问题 假设今天使用者输入了小y 那这个就是true 那这个就是false 对吧 那true跟false 他们如果做combination 用or串起来的话 true跟false就会回传true true在被not了以后呢 就会变成false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它如果输入y 就会导到一个false的结果 这个时候呢 就不会印出任何东西来 但如果输入n啊 或之类的东西 假如它输入n好了 那么呢这里是false 这里也是false 两个false就回传false 然后再变成true 这个时候就会true 那它就会印出game over 这样子 所以就结果来说呢 右边这个程式才是对的 那总的来说 我们透过这个example 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主要是要表达说 我们今天 如果在if block里面 没有要做任何事情的话 那我们用一个not来处理 是非常合适的 左边这个例子 基本上就是 如果我们不用not的话 我们就会去检查 它输入什么东西 然后成立的时候 不做任何事情 那其实很奇怪 对吧 我们今天应该是 如果某件事情成立 我们就干嘛干嘛干嘛 那么这个时候呢 not就可以派上用场 因为我们去判断一件事情 是不是我们在看的 如果是这样 就不要做任何事情 不然就做 的话 那我们就用not来写 这样子的话呢 就比较合适啦 这大概是not常见的用法 好 总之我们有and or not 用了它们以后呢 就可以让我们把程式 写得更加的有弹性 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啦 那么介绍完conditional呢 我们就要来介绍新东西 就是所谓的iterations啦 iterations就跟conditional一样 它是用来控制 程式运作的这个流程的 那conditional 一般来说的想法是 我呢 程式一行一行你往下跑 到了某一个地方呢 我来做一个判断 如果怎样 我就做这一段 然后往下做 若是那样 我们就做另一段 然后往下做 这conditional呢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那今天如果是iteration的话 是什么概念呢 程式往下一直跑 如果今天呢 我这个要做iteration 我就会做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是 如果成立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某一个地方 去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呢 就会回来再做一次判断 然后呢 如果还是成立 就会继续执行 继续判断 继续执行 继续判断 一直到sauce 一直到这个条件 已经不被满足了以后呢 我们再离开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iteration的中文 叫做回圈 它会在这边绕啊绕啊绕的 直到一个终止条件 被满足了以后呢 才会离开 所以写iteration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有所谓的继续条件 或者是终止条件 那么呢 我们就来做介绍 那我们先 我们有两种写法 我们先介绍所谓的while while这个东西 就像if一样 是一个statement 那它怎么用呢 它基本上就是要用来 反复地执行一组程式码 那么 一旦我们今天 想要这么做的话 while这个东西 就可以被拿来用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program 这个program在这里 一开始sum等于0 然后i等于1 OK 请问i有小于等于100吗 当i有小于等于100的时候 然后就做底下的事情 做完了以后呢 就再回去检查 i有没有小于100 有 就做 然后再回去检查 一直反复 直到没有了 没有了就跳出这个回圈 然后呢 做回圈后面的事情 好 那么这个回圈里面 在做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i是1嘛 1比100小 就把sum从0变成0加1 sum就变成1咯 然后呢i就从1变成2 接着2还是比100小 就把sum再从1变成1加2 sum就变成3 然后i呢就变成1加1变成2嘛 然后2加1变成3 然后再一圈sum就变成3加3就是6 再一圈6加4就变成10 再一圈10加5就是15 依此类推 所以就结果来说呢 sum就会被 加1加2加3加4 变变变变变变 当i是100的时候 100会被加进sum里面 然后i变成101 就跳出这个回圈 因为i不再比100小了 那么你最后sum会是多少 sum基本上就会是 1加到100 好那我们试一下 执行 就给我5050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很快底 提醒公式什么的算一下 1加2加3一直加到100 的确就是5050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里有另外一个program 这个program跟我们刚刚看的东西 好像有点像 对吧 就是请你输入y或者是y来决定 你要不要离开 那么今天呢输入的东西就被存起来 然后我来判断他是不是想要离开 如果他输入的y或者是大y的任何其中一个的话 那么呢就表示他要离开 就表示他要离开 这个时候我就要跳出回圈 但如果不是 当里面这个东西是false 也就是说他按的是n啊k啊什么的 当里面是false的时候 这while回圈的这一条就会成立 那么呢他就会往下做 然后呢一直到最后请他再输入一次 这个exit 好 试一下 开始制定啦 要不要离开呢 不要 要不要离开呢 不要 要不要离开呢 不要 天不要 就是不要 好吧 离开 就离开了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个while 这个condition 这里就很明显 他会一直检查 一直到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就结束 这个回圈 所以大家 大家当然也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while 换成if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非常的像 只是if这个条件判断完 如果对 就做 然后往下 如果错 就直接往下 而while呢 是会回头检查 就插在这个地方而已 所以while无非就是一个 会repeat的if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只要记住这句话 就完全可以了解 while会怎么运作了 好 那么呢 我们在 跑回圈的时候啊 经常我们会发现 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loop counter 叫做计数器 回圈计数器 以这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们在做的事情 事实上是 我要跑100圈 这个回圈 每一圈要加1加2加3 每一圈我要做一些事情 然后我回圈要跑100圈 那我们在这个例子里呢 i就是一个回圈计数器 因为它一开始是0嘛 每跑一圈 加1 那么结果加到100 表示我跑完100圈了 就结束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把i叫做loop counter 那因为它是在 加1加2加3加4 减1减2减3减4 有时候 所以我们经常做 这个加1减1的动作 那么呢 我们就经常会用 self assignment operator啦 比如说左边这个吧 i等于i加1 那我何不写成i 加等于1 更精简 而且 通常执行起来 也更有效率 对吧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呢 我还可以再多做一个 modification 我可以把这个 sum等于sum加i 也变成sum加等于i 一样意思吧 只不过 i变成i加等于1 是对loopcounter做事情 这件事情通常都可以这么做 那但是呢 这个sum等于sum加i 变成sum加等于i 就是刚好我们这个例子是这样 所以我们才这样 所以这个是loopcounter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吧 今天这个例子呢 是这样 就是 给你一个整数n 或者是你输入一个整数n 我想要知道它是不是2的密次 也就是说呢 它是不是12481632 的其中一个数字 我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如果是的话 我还想要知道它是2的几次方 是这样 所以呢 橙式码写的像这个样子 乍看之下有点复杂 所以是要花一点精神来解读 首先 它会给我一个n 接着我要来准备 两个可能的值 k呢 就是我最后想要印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几次方 好 所以 它可能是2的0次方 可能是2的一次方 可能是2的二次方 依此类推 所以呢 待会如果看到k加等1 并不会太令人意外 我们就是反复的一直try 它是2的0次方吗 它是2的一次方吗 依此类推 好 那怎么做呢 今天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以后 我问 请问n有没有比n大 一开始假设有好了 比如你n输入8假设 那8就比1大 这个时候呢 它就知道 哦 所以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那我就把m 乘以2 所以m一开始是1 乘以2了以后呢 就变成2 然后呢 k就加1 k已经 呃 我已经知道 2的0次方 也就是这里 2的0次方 并不等于n 那我下一次 我就要来试试看 2的一次方 于是呢 回圈就重跑了一圈 2有没有比8大 没有 那我就再来一次 再看一次 OK 所以呢 我就把2 乘以2 就变成4 然后呢 k就变成3 然后再跑一次回圈 4就变成8 k就会变成 再加1 就会变成 嗯 3 这样子 好 那么这样子 稀花的 跑了半天了以后呢 最后我们会做一个判断 当我的n比m 大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这么做 所以当我跑出这个回圈的时候呢 n 势必已经是小于等于m了 对吧 那么呢 有两种可能啊 第一种就是 n跟m一样 第二种就是n比m小 那我m基本上就是 1 2 4 8 16 32 这样子在扁了 所以如果我停下来的时候 n刚好和m一样 那就表示一开始输入的n 一定是1 2 4 8 16 32 这几个数字 往下加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说 诶 它是 不然就不是 好 我们来试试看 今天如果我输入 32 32是2的五次方 good 今天如果我输入 比如说64 不要 来个大一点 1024 1024是2的十字方 也没有错 那我们来一些 不对的好了 比如说34 34的话就 没有结果 那为了要了解一下 这个program的运作 也许我们可以试着 把过程运出来 所以比如说 我们在回圈里面 每一次呢 我们就运出m跟k的值 来看看 好 我做再来34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 运出什么呢 一开始的时候 它就跑进这个回圈里 那么m就从1变成2 k就从0变成1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printm跟k 就运出2跟1 然后下一圈是4跟2 8跟3 16跟4 32跟5 当m是32的时候 当m是32的时候 我们这个程式呢 它还要再继续跑回圈的 因为34比32大嘛 所以我们就再进入这个回圈 m就会变成64 然后呢 k就再往上升 然后我们就print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它是64 64再回来检查的时候呢 已经不满足m比m大的条件了 这个时候就跳离这个回圈 然后来看一下 m跟n一样吗 很不幸的不一样 那么呢 就发现它并不是2的密次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例子虽然简单 不过倒是给了我们一个 这个 让我们学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如果今天有一个task 比如说判断n是不是 某2的密次好了 有这个任务 我们就来写几行program 那虽然这个program 写起来很简单 无非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过程中不免有时候会写错嘛 总是会有一些细节没有顾虑到 如果你要检查你程式哪里有错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 通常就是把某个过程印出来 如果你把过程印出来 当然有助于你做检查 如果你都死不印 然后呢 一定要用你的肉眼和惊人的脑力判断的话 通常比较费功夫啦 那特别是你要写回圈的时候 更是如此 因为回圈没跑一圈 值都会变 所以我们建议你 如果需要的话 就把在回圈没跑完一圈以后的结果 印出来看看 比较容易发现程式错误 好 那么呢 刚刚的例子就是那样 那我们马上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程式写错 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比如说 可能会发生所谓的无穷回圈 无穷回圈是一种回圈 比如说是一种坏回圈 这个回圈呢 是不会结束的 比如说这个例子 假设我现在输入一个值 比如说是34好了 那我们都知道 M和K会发生什么事情嘛 一开始M是1 K是0 然后呢 回圈坏哦 N跟M一样吗 不一样 那我们就 M就是乘2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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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2 再加1 这个时候已经错过34了嘛 但是回圈不会停下来 因为他会继续判断 while N跟M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就再往下做 再往下做 再往下做 那你永远也不可能会一样嘛 所以这个回圈呢 就跑不完 它就会变成无穷回圈 那么无穷回圈呢 基本上就是一种逻辑错误啦 大部分的时候 除非你故意制造无穷回圈 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通常你都不是故意的 通常都是不小心的 那么呢 就需要检查你的program 好 那我们试一下 所以呢 就是 小小笛一个字变得不一样 程式的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如果我输入的是16 那倒是没有问题 但我如果输入34 就会发生无穷回圈 我们就看游标在那儿闪啊闪的 其实这个时候N跟M M跟K已经跑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但是 它程式不会有结果 像这样 那如果我想要的话 我可以把它们印出来看看 比如说我printM跟K好了 好 那如果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34嘛 就看到数字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 一直跑 一直跑 蛮吓人的 那么呢 前面就是M 后面呢 就是K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们一错过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嘛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看出 我们这个程式确实是 不会有个镜头的 好 那么呢 当我们写回圈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工具 什么工具呢 我们可能会使用 break和continue 这两个也是关键字 那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它们是干嘛的 今天啊 当我在repeat repeat repeat 的时候 我可能会想要这个 介入我这个回圈的运作的顺序 那可能要做的事情 第一种就是 我强制得在某一个时间点 离开我们这个loop 当我程式在回圈里面 执行到break 这一个statement的时候 它就会马上离开这个回圈 而不会再去检查 刚刚要检查的那个condition 那么呢 如果是continue的话 有点像 但不太一样 如果执行到continue这一行 就会马上回到回圈 要检查 要不要继续的那一行 然后去检查 然后如果确实要的话 就继续往下做 这样子 也就是说break会跳出回圈 而continue是跳过回圈里 剩下的那一些句子 然后回去做检查 大概是这样子的定义 所以我们来看这两个example吧 那我们先看左边这一个 这个东西呢 看起来跟刚刚检查2的密次的程式有点像 那我们想一下 刚刚检查2的密次有什么问题 刚刚是说我输入一个数字 我就开始问m跟k 他如果是124816321632 我们把m一直往上加 然后把k一直往上加嘛 他事实上有点浪费时间对吧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的数字假设是314356789好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子把m从12481632往上算吗 显然不需要 因为我光是看到尾数是9 就知道他不可能是2的密次嘛 所以我与其像这样子m从12481632 这样button up的往上做 我还不如top down top down的意思就是说 我每一次看一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如果除以2 是可以整除的的话 那还有一线生计 我就把它除以2 除话除话除话除的 一旦在过程中他不能被2整除 他就不是2的密次 不然他就会一路往下降到1 对吧 如果我输入的数字是64 除以2就会变成32 然后就会变成16 然后就会变成8 421 如果这个除除除除除除 可以把它变成1的话 我就知道他是2的密次 那至于是密多少 至于是2的几次方 就看除了几次就可以了嘛 这样子才不会对于这种 一下就可以判断出来的数字 却浪费这么多时间在button up 好那我们先试试看 好所以程式码在这儿 那么呢我们来执行 如果我输入64 64是2的六四方 没错 如果我输入66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程式码呢 大家可以试试看 基本上是对的 那我们来试着了解他的逻辑 一开始先输入n 然后先让m跟n一样大 m就是那个等一下要被拿来除2除2除2的家伙 然后k一开始是0 那么呢今天只要m还是比1大 我们就来看看m能不能被2整除 那被2整除要怎么算 基本上就是m拿来除以2 取余数 看看余数是不是0 如果除以2的余数不是0 那就表示他不能被2整除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break他 好就跳出回圈 因为不需要再做任何剩下的检查了 一跳出回圈我们马上就问 请问m是不是1 如果是1 那倒好 那表示我们一路除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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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都可以除 最后之所以不成立 是因为m已经是1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印出相对应的结果就好 但如果我们今天是比如说 我是一个39 39除以2 不能被2整除 那请问39是1吗 当然不是 这个时候呢 我就知道错了 所以这是这个break发挥的用途 那如果今天除2可以整除的话 那我们就说了 好那我们代表m变小 我们把m除以2 那今天呢 我在这里用的是 两条斜线 而不是一条 一来是我知道m是整数 2是整数 对吧 而且我还知道 这个地方的除法 它一定是可以整除的 我不用担心会不会除除2.5 4.3之类的 不会 因为我刚刚才刚检查过 它这个是可以整除的嘛 所以呢 两个整数保证整除 我就用这个除法 这样子算起来会比较快 回传也是回传整数 它也不用在那边四舌五路 都不需要 两条斜线除起来会比一条斜线来的快 只要你确定它 做的是你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K就往上加一 然后再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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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程式是这样用的 利用break这个功能 我们就可以做到 所谓的这个top down 然后我们就可以节省时间 就可以不用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 这样子往上检查上去 就可以一看到不满足 就马上离开回圈 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用法 那么右边跟左边差在哪呢 就差在把break改成continue 那很不幸的 这样子写不对 这样子写的话 如果你输入39会发生什么事情 n是39 那m也是39 39比1大 对 39能不能整除2呢 不能被2整除 如果我这个时候是continue的话 就会回到这个while的地方 m的值也没有变 就再来一次39 然后再回去 再来一次39再回去 右边事实上是会无穷回圈的 好 所以请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好 所以在刚刚的例子 我们已经简单地展示过了 break和continue的效果 那么呢 它使用上有一件事情 是需要知道的 就是break和continue 它们只在各自那一个level下 发生作用 因为你的回圈可能会像 if else一样 你可能会有复数的回圈 被nested在一起嘛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有外回圈啊 内回圈啊 内内回圈啊 什么的 如果我今天break 到底会break几层 需要定义嘛 我continue是continue到哪一个 那个while的检查 也是需要这个定义 所以呢 python里面的定义 大部分的语言的定义都是这样 就是在你的那一层 去作用 它只会对一层作用 所以你的break会跳出一层 而不会跳出数层 你的continue会回到最里面的那一层 去做检查 所以我们来看右边这个例子 好 a等于1 b等于1 然后呢 我有一个while 是a如果小一等于10 就一直往下做 另一个while b如果小一等于10 就往下做 那如果b是5 就break 不然就印出a跟b相乘的结果 然后把b变大一单位 所以呢 这个乍看之下一开始都是1嘛 所以a维持不变 然后我们跑进来这里 while b小一等于10 一开始是1 1 ok 2 ok 3 ok 4 ok 5 ok ok了以后看到break 我们就会跳出 但跳出只会跳出一层 所以它不会直接跳到这里来 不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break呢 只会跳出内回圈 因此我们就会跳出内回圈 跑到这里来 a就会变大一单位 然后a就会变成2 2 ok 然后再进来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b的值根本就没有变嘛 刚刚跳出来以后并没有改到b的值 所以b的值依然还是5 5 ok 进来 跳出 然后 后面就没有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试着执行看看这个program 会看到一个你能够解释的结果的话 那你这个东西就学得不错啦 那它的重点是在于break是跳出一层 而不是跳出两层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把这里改成continue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 好 那么呢break有时候有一个用途 就是把它拿来和infinite loop配在一起 本来我们没事是不会想要写无穷回圈的 因为跑不晚嘛 但是我可以故意写一个狐穷回圈 但是在跳出回圈的方式是用break来做 那有时候它会让我们的程式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啊 我之前有一个这个程式嘛 就是请它输入它要不要离开 如果它不是输入某个东西的or的话 就继续做 好 那有时不免觉得这一整串code的虽然是对的 但是不太容易理解 那我今天何不写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我先预设 它就是要一直执行 一直执行 一直执行 就像打电动 输了就重玩 输了就重玩嘛 所以呢while true 我们就一直无穷回圈 然后呢 一直玩一直玩 每次玩完它死了 就问它你要离开吗 如果它输入药 或者是大写的药 就离开 然后就真的离开了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这个程式嘛 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它跟我们的这个思考的逻辑比较像 你就做 你就做 要走吗 好走 就这样 所以呢 大家可以试着去找 对你自己来说 比较容易理解的写法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会选下面这个 我觉得比较直观 当然你不一定 也许你觉得上面的比较直观 那倒是无所谓 但是至少现在你有几种不同的写法 你可以挑 你或者是你的同伴们 觉得比较直观的方法来写 这样子呢 就会比较好 那么 那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事实上还有另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 eliminate redundant code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的potential的inconsistency 怎么说呢 当我不是用无穷回圈加一个break来写的时候 我们是写这样子的程式码嘛 那很显然的这里有一段 请按歪或歪离开 这里有一个请按歪或歪离开 那跟刚刚讲的例子一样 如果你们家老板今天说 把这段话换成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吧 那你就有两个地方要改 那么这个时候 若是少改了一个 就惨啦 就是inconsistent了嘛 所以如果你可以改成用 无穷回圈的那个写法的话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回去看一下 我今天下面这种写法 这句话是不是只写了一次呢 那么我就没有potential inconsistency 那我如果是这一页的这个写法 我这一页的这个写法 一模一样的code 写了两次 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好事 就是在制造potential的inconsistency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 因为我们有redundant program redundant code 就是反复出现的 那我们就有potential inconsistency 无论如何 如果可以避免 都要尽量避免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例子里 我们是跟你说 写这个无穷回圈 搭配一个break 有帮助 那有一些程式语言 比如说c啊 c++啊等等 他们提供一种叫做do while的loop 不过python没有 所以python里面既然没有 我们就不特别介绍这种东西啦 你就是do it by yourself 就像我们前一页介绍的例子 你就写一个这个无穷回圈 然后试情况就把东西break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可读性以外 potential inconsistency也是一开始学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最后呢 remark几句 你用break固然是不错 不过你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也不是办法 因为你平常没事 如果假设你有一个while回圈好了 你while回圈后面接一个condition 然后底下有一个block 的话 当你跳出这个回圈往下继续做的时候 你很清楚知道一定是这个while的condition 恰好被违反的时候 才会往下跑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预测在这个地方 在while回圈结束了以后 n啦m啦k啦什么的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完全可以预测 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反过来 对吧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里面有 这里有一个break啦 那里有一个break啦之类的 只要你有任何一个break 基本上这个性质就不存在了 你就会变成是 没有办法保证跳出回圈的时候 某些变数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 那么呢 你不但要查你program的flow 会变得比较麻烦 你也不太容易知道 或是预测 这个回圈跑完了以后 程式的这些变数们的状态是什么 所以用很多break 或者是甚至只用一个break 都有可能会伤害城市的易赌性 就是让我们人去赌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理解 那坦白说 这样错误的几率有个变大 continue呢也是有差不多的意思 continue在很多时候是会帮助readability的 因为你如果写一个continue它就回去的话 那其实你是在highlight说我们今天要去下一个iteration 但是一样如果你的一个回圈里面到处都是break continue continue break的话 读的人通常比较容易get confused 所以呢今天要怎么使用这些工具 其实也是需要练习 大家就是写练习写练习 然后慢慢的学会 这样写好那样写不好 这样写容易理解那样写不容易理解 所以这是学习这些基本的语法和用法以外 还要再做练习的部分 那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 我们要来介绍for for和while一样都是写回圈的方法 那么呢就结果来说 他们两个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所以你硬要的话你也可以只会一招 但是如果你有两招的话 你可以视情况使用 那么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写while比较直观 有的时候写for比较直观 直观通常表示城市运作起来会比较流畅 你修改起来会比较方便等等 所以有两招还是好的 那么for的语法是这个样子 for是说呢 请你先帮我准备一个清单 list 然后给我一个变数 然后每一个回圈呢 我就让变数去take清单里的一个值 然后去跑这些statements 跑完一圈了以后呢 要做第二圈 我就让variable去take list的下一个值 以此类推 那换句话说我的list里有多少东西 我的回圈就会跑几圈 所以这个variable呢 事实上就是那个loop counter 我们前面介绍过loop counter 就是计数器 那并不是每一个while回圈都真的有loop counter 比如说刚刚有一个例子是使用者玩一玩 然后你问他要不要结束 使用者玩一玩你问他要不要结束 那个while回圈就没有所谓的counter 在数你是跑一次跑两次跑三次或者是最多跑十次 那个例子里是没有的 但是for的话呢就一定有 你一定会准备一个list list的长度一定是存在的 那你的variable就是跑那么多次 所以它就是一个loop counter 那list呢里面就会装着许多的value 或者是variable 让你的variable可以take那些值 那statements就跟之前一样 所以在每一个iteration里面 variable这东西就会被assign list里的 第一个值 第二个值 第三个值 以此类推一直到结束为止 那我们来看一些example 首先是这个 如果我需要一个list的话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把它们列出来 所以我来试一下 今天我如果在这里执行 我们可以看到1跟3 为什么看到1跟3呢 我们刚刚说啊 在我们的这个一个for回圈里面 我们要准备一个list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的list 就是三个element 1跟2跟3 然后呢每一次回圈要跑的时候 我们就让i去take其中一个value 第一圈的时候i就是1 1除以2的余数是1 并不是0 所以就把东西印出来 第二圈的时候i是2 2除以2就刚好整出 就不印出任何东西 3的话呢就要印 所以确实是回圈跑三圈 每一圈i去take一个value 然后来执行看看 好 那我们在第二个例子里面呢 是这样 ABC各式123 但是我准备这个list的时候 是顺序是调过来的 那可以这样做吗 当然可以 我们看到结果是132 对吧 那今天这个呢 事实上就是 你手动产生清单的时候 你要写什么都无所谓 也没有任何顺序上的限制 对吧 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只要你写的是正常的value 他们就会正常地被用出来 所以这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呢 也没有人规定 你一定要用到i这个变数 对吧 比如说你说 好我想要print 那我可以每次都print一样的东西吗 完全可以 这个时候 你就是print一样的东西 所以 如果你在statement里面 并没有用到 你那个loopCounter的话 其实是很正常的 这个情况下 loopCounter真的就是帮你算 你要跑几圈而已 那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这些value 其实也都不是很重要 对吧 我一定应该存在有另一个方法 让我可以不用写1 豆.2 豆.3 豆.4 豆.下去 好那我们等一下介绍给你看 另外一个我们已知的产生list的方法 就是string 好 string呢 它是自串嘛 事实上就是a list of characters 所以我如果有一个string长这样 abwyz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list 里面有五个element 每一个element就是abwyz 这五个字元这样 所以这个for回圈 基本上就是i会先等于a 然后呢 跟e串在一起 我就会印出a1 然后i再变成b b再跟e串在一起 就印出b1 以此类推 一直到我印出z1为止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那它确实就会展示出说 我们的list 在这里就是五个字元 那么我i每一次就是其中一个字元 这样子 好那如刚所说 我如果有个回圈想要让它跑100圈 我事实上就准备一个清单 它里面有100个东西 那它就会跑100圈啦 不过实际上我不可能用手写1 逗点2逗点一直写到100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想要用range 这个函数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range这个函数呢 它就是用来产生a list of integers 那这些integer会按照某一个规则被做出来 我range有三种用法 如果我告诉它一个整数 当作结尾的话 那么这个range 它就会生出相对应的数字 如果我告诉它10 它就会给我01 23456789 这样 给n 它就会给你n的整数 但是是0到n减1 不是1到n 这是它的规定 那你不一定只能标示镜头 你也可以标示开始 所以你可以给它m跟n 就是起点和终点 这个时候它就会给你m m加1 m加2 一直到n减1 好 这个样子 那么呢 你甚至可以规定你的step size 也就是你从m出发 你呢 不要m加1 不要m加2 你要m加k m加2k 一直往下加 加到超过你的这个n 也就是你的镜头为止 好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这几个这个语法 好 今天呢 我们可能会想要试着执行这个程式嘛 那执行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就看到 它基本上就是好像给它什么 它就印出什么对吧 它并没有真的印出我们想象中应该要看到的 a list of numbers 那这是因为在python里面呢 现在的规则就是 如果你是range range就是range 它不会帮你把里面的element一个一个印出来 而是告诉你 开头结尾 以及step size是多少 好 你看哦 我们的第二行印出range20 就是照着印嘛 但是第一行 它帮你印出range0 10 对吧 它就是在告诉你说 哦 因为你只定义了结尾 没定义开始 所以我们就从0开始 那么呢 如果它没有特别写的话 就是0123456 有一个3表示是2 5 8 依此类推 那我如何证明我确实是这几个数字呢 我们有很多做法 比如说啊 我们就说 OK好 我挨在一个清单里面 那我就呢 把清单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印出来 这个是我们之前写过的code 对吧 就像这个样子 执行下去 确实就看到这个 前面两个呢 我们没动 第三个我们是把range来当成是for回圈里面的一个list 这个时候i就确实是2 5 8 然后11比10大 就没有了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range确实是258 这三个数字 只是你要print这个range的时候呢 它不会直接帮你把258印出来 它会把开头结尾印出来 就这样 那么我们今天 关于list 甚至是关于string 我们之后还会有比较详细一点的介绍 但今天先不烦恼这个 今天呢 我们先把它拿来用for loop就好了 怎么用呢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首先啊 我们还记得我们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对吧 就是我们曾经想要尝试计算1到100 好 如果我要计算1到100的话呢 我之前的code是这样子写的 我用了while while i还比100小 余等余的时候 我就把i加加 然后呢 这样这样如何如何如何 就这么一回事 如果想要改用for 写法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呢 知道我的i 应该要take的value依序是 1234 一直到100 然后每一次 我想要把sum相对应比变大 那我如何让i是123 一直到100呢 就这么写 对吧 按照我们刚刚介绍的range的语法 range1 101 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123 一直到101-1 也就是100 那么这个回圈 每跑一圈 i就会换一个值 1开始1 然后2 然后3 然后4 一直到100 所以你的sum就会一直被加东西进去 被加100次 那结果呢 确实就会算出 这个1到100的和 那这两个寒数 这两个这个写法呢 也就变得就是equivalent了 也就是说同样是要算1加到100 你可以写上面 也可以写下面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啊 我们倒是比较建议你写下面 原因是当你知道你的回圈就是要跑100圈的时候 就是要跑一个固定的数量圈的时候 我们比较喜欢写for 因为这个呢 我一看到for 我马上就可以猜测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 我这个回圈要跑几圈 这个在你理解城市的时候呢 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你写一个while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直接看着while那一行 就知道我回圈要跑几圈 你得要往下去看 看有哪里有updatei 才知道这个i会怎么变 才知道回圈要跑几圈 如果我今天是for回圈的话 基本上我只要看完for那一行 就完全可以知道 这个回圈要跑几圈了 因为list就长在这里 我只要知道list有几个值 这件事情就确定了 而loopcounter会怎么变 也完全确定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性质 那如果你呢 今天就是不确定要跑几圈 那就用while 这是废话嘛 因为你不确定跑几圈 自然就没有用for的可能性 那话不能讲太死 你还是可以用for 但是你里面就需要有一些break啊 continue啊之类的来调整 那可能不如直接使用一个while 所以简单的一个小结论呢 就是如果你确定他要跑几圈 可能就是用for比较方便 不确定可能就是用while 那当然原则就有例外 所以呢 仅供参考 不过你至少有两招可以选 那我们刚刚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 我只要看第一行 我就马上可以判断 他到底回圈要跑几圈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 看起来回圈就是会是12一直到10 对吧 看起来回圈就是要跑10圈 可是你可能会问啊 哎 老实啊 就不一定吧 如果在for底下的这个statement里面 i的值被改掉的话 会不会就不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 i一开始是10 i一开始是1嘛 然后呢我就做一点事情 然后把i的值 我就把它加11 那i呢瞬间就从1变成11了 对吧 那理论上这个时候for回圈 应该马上就要结束啊 那换句话说 我不是就看这里就看不出来了吗 那我们就要试一下这个程式 好 我如果执行它 我就会看到55 看到55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的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时候 这个回圈还是跑了10圈 它还是把1到10加起来了 而不是i一下子就变成11 并且跳出回圈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好 我们来理解一下 今天的游戏规则是这个样子 当我有一个for回圈 并且有一个清单了以后呢 这个系统 它就会先帮你 把这个清单里的数字 或者是value 全部都列出来 以这个例子来讲就是1到10 那么接下来它做的事情就是 好 现在我的i是1 然后呢 把底下的事情做一做 i的值可能会变 可能不会变 都无所谓 等到回圈跑完了以后呢 我就把i变成2 然后去把底下的事情再做一次 做完了以后呢 管它3721i是多少 就把i变成3 然后底下的事情再做一次 所以是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只要指定一个变数当loopcounter 那么它在statement里面被改掉 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因为每一次回圈重跑一圈的时候 loopcounter就会被reset成list里的下一个字 这件事情是不会变的 好 那相较之下呢 不是loopcounter的人 比如说这个sum sum不是loopcounter嘛 所以你改它会留下效果 sum的值在这个例子里会一直变大 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 对于loopcounter与否 它会不会被update 有不同的规则 那事实上是 Python的设计者 为了让你的写code比较方便 而做的设计 好 只要你看了第一行 你就马上能够理解 这个回圈的这个行为的话 对你写code 对你这个开发维护都比较方便 好 所以是有这样子的差别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介绍nested loop 那它是什么啊 就跟if else一样 if else可以被nested来 nested去的 那loop也可以 你可以大回圈包 小回圈 小回圈包 小小回圈 outre loop inner loop most inner loop 意思类推 那实际上呢 回圈包if else if else包回圈什么的 也都是完全可以做 所以写程式说到底 就是组合这些你有的元件 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那么呢 nested loop 它们虽然这个 有时候不需要 但是通常很有用 特别是我们在处理 猫胎dimension的情况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第一个例子是这样 我想要写一个program 它可以印出这个 xy平面上的整数点 像是这个样子 11 12 13 21 22 23 以此类推 好我想要印出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当然是 multidimensional的嘛 就是说 我看起来像是有x跟y 这两个变数 它们呢 当我在往右移动的时候 是y要变 当我往下换一行的时候 x要变 依此类推 好 所以呢 我们来写写看 我啊 需要两个变数 x跟y 每次呢 我要让x和y 它有个范围 x的范围 说到底就是123嘛 但是因为我在回圈里面 必须要做一个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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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情 所以呢 我可能会想要 这么写 好 OK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让x 在range 012里面 012 那么呢 回圈开始跑 我x加加 x变大一单位 就变成123 y呢 一样 y也是range 012 那么 y加上去1了以后 就会变成123 好 那现在 我一开始的时候 x是1 y是1 我就要来印东西啦 我就要来印说 我呢 左刮弧 x 逗点 空格 y 然后右刮弧 就这样子把1 印出来 然后待会儿 内回圈嘛 再跑 y就会加1 再跑 y就会加1 等到第一行都印完了以后呢 我们的内回圈结束 我就跑出来 x的值就变大 于是下一次再印 就会变成21 22 23 依此类推 那只是呢 虽然刚刚讲的东西 你都觉得蛮合理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 你不太认识 第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啥 另外就是这里为什么要空空的print的东西呢 那原因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今天如果把这个拿掉 这个拿掉 我们会发现 什么 每一次我print东西出来 它就会换一行 那这个是print这个函数的预设 就是每当你print的这个使用者 叫你print的东西了以后 它就会在结尾的地方 加一个换行字元 然后结果就是每印一次换一行 那你现在不想要这样子嘛 你想要的事情是 每当我印三个数字了以后 才换一行 所以我还在内回圈的时候 我做完print 我要的是空一格 而不是换一行 所以呢我们会使用print这个函数的一个参数 叫做end 我呢就指定end要是空格 而不是换行符号 如果我这么做的话 那么事情就会成功 我就会成功地得到一个空一格 而不是换行 这样子 那所谓的函数啊 参数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还没有很仔细的介绍 所以此刻只好麻烦大家 先把它记起来 你就姑且把这件事情背起来 就是只要你要print的东西写好 后面打个斗点加上这串字 它就会从换行变成空一格 你就先把它理解 然后记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情以后再说 所以这个argument 这个动作 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换行 而是空一格 那么呢 我们只有在做完内回圈了以后 要印下一行的时候才换行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要print 它自己就会帮我们 加一个换行符号嘛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换一行了 好 我们来试试看 那么呢 我们如果 我们应该要来换个存档 另存心档 我们来存成.py 好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试着执行 我们就看到了 确实是如果我们想要的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拿掉 就全部都合在一起了 因为我没有换行嘛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拿掉 把它变回我们熟悉的print 这个时候就会变成 它一直换行 所以想要的结果 确实需要控制print 什么时候要换行 才能做到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发现 换行什么呢 其实不是重点啦 重点是我们在尝试 控制x跟y 这两个变数的值 对吧 然后去做到这个效果 那么它当然 你只用一层回圈也可以做 但是一定比较麻烦 一定比较不止观 所以呢 你还是用两层回圈做 会比较好 第二个例子呢 是能不能写一个program 来印出99乘法表 好啊 那我们来试试看 今天假设我想印5乘5 4乘4的99乘法表好了 1得1 12得2 一直到446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的x 要在1到5这个range中间 它就会是1234嘛 然后呢 我的y也是1234 那么每一次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x乘以y等于 它们乘起来以后的结果 然后呢 比如说我想要打个分号好了 好 那么后面一样 我现在在内回圈里面 不要换行 这样子 那我的内回圈呢 y就会一直跑 所以事实上这边是x 这边是y啦 所以会印出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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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换一行 然后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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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 内回圈跑完的时候 y的值 理论上会是4嘛 然后我们会去执行 这一行 然后我们会去执行 y回圈的下一个item 这个时候y的值 就会被reset了 因为我们重新执行 这个负而回圈 好 试一下 今天我们如果执行它 就会看到 11得1 12得2 13得3 14得4 一直 一直到4416 所以就是确实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 那么这里呢 我就留几个小问题 给大家回去思考 我们能不能让lower bound和upper bound变得比较flexible 如果我想要让使用者输入几到几 比如说它输入3到7 那我就印出339 3412 3515 3618 依此类推 一直到7749 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的话要怎么做 第二个就是 刚刚印出来的结果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呢 不太对齐 对吧 比如说像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里歪歪的 那当然是因为有的时候是一位数 有的时候是两位数嘛 怎样可以对齐 那这些都有很多方法 大家可以想想看 好 那最后呢 讲一个小小的case study 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啦 只是好像比较厉害 就是说呢 我今天想要定价 定价 而且我是把一个商品 卖到一个 我大概对需求有概念的地方 那么呢 假设我们的需求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需求是Q等于A减BP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需求函数 也就是说呢 我知道几个参数 A是这个市场上的基本需求 也就是我这个东西 如果不用钱的话 会有多少人想要买 或者多少人想要用 比如说我卖的如果是香蕉 也不会香蕉不用钱 就每一个人都想吃嘛 就是有一些人想吃 那就是A B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价格弹性啦 当我的价格P 升高一块钱的时候 想要买的人会减少多少 那么小P就是我们的price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给我们的话 再加上我知道 我生产的单位成本了以后 给定A跟B跟C 我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解 这个最佳化问题 对吧 我要找一个priceP 它能够最大化我的这个数量和价格的成绩 那精确点讲呢 这里是销售量 这里是profit margin 也就是我每卖一个可以赚多少钱 把这两个东西乘起来 就是我的profit 我想要找一个价格来最大化我的profit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如果大家曾经修过经济学 修过微积分 或是修过行销 whatever 理论上你应该学过怎么解 用点微积分啊 用一些各式各样的技巧 你会得到optimal的price 可以被2B分支 A加BC来表示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啦 那这个我们就不讲这件事情 是怎么得出来的了 不过 如果很不信底 我们也没学过经济 也没学过微积分 行销也完全不OK的话 我们可以干嘛 我们可以写程式嘛 程式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写程式来找最佳价格吧 那我们先假设 最佳价格是整数 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首先呢 我要请使用者输入 A跟B跟C 那我就跟他说 Price Demand Sensitivity Cost 请你告诉我 我把它存成A跟B跟C 那么呢 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叫他ABC 因为ABC并不是好名字嘛 对吧 但是因为我们在公式上 我们在介绍题目给你的时候 就说他是ABC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叫他ABC 实际上呢 如果可以的话 名字应该是要取成 像是这个 Max Profit 或是Optimal Price之类的 比较好 只是因为ABC我们已经赋予他意义了 所以我们就拿来用 接下来就是 我知道我的P 三号应该是某个值 只是我还不知道是哪个值 但是他应该会在某个Range内 什么Range内呢 首先 Price不可能会跟Cost一样 像一毛钱都赚不到嘛 所以我从C加1这个下限开始搜寻 那搜到什么程度呢 搜到A除以B 为什么 因为我的Demand是A-BP 对吧 所以我的P如果设到B分之A 我其实已经没有需求了 那没有需求的话 Profit一定是零啦 所以我事实上不可能把Price 设到B分之A那么大 那今天如果A跟B是互相不能整除的整数的话 那我一定无条件舍去吧 因为我如果无条件进入或者是什么的 那就可能会让需求变成零了 所以我就除 除了以后得到那个伤就可以了 好 那么呢 我这个FOR回圈实际上会做什么 就是每当你给我一个Price 我就去算算看 若是我使用这个Price 我会赚多少钱 因为A B C都已经知道了 带进这个公式 马上就可以算出Profit是多少 Profit一算出来 就看一下 我刚刚呢 定义了两个东西 他们是干嘛的 Max Profit是记录 我截至目前为止搜寻的结果 哪个P能够给我最大的Profit 如果我现在的Price 可以给我更大的Profit 我就Update 我就把现在的Profit 存进Max Profit里面 以便我下一个回圈的时候 会跟这个Solution比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当然也要把Optimal Price存起来 于是我就这样做 这样做 这样做 把所有可能的Price 都Search一遍了以后 那我就可以得到答案啦 我就可以印出Optimal Price 和Maximum Profit是多少了 好 试一下 今天我们来执行它 那我就说 好吧 那不然A是10 那Price Sensitivity就1吧 那单位成本假设是2 就印出了6跟16 那大家代公式也好啊 画图啊 或者是翻你家的微积分 或是经济学课本啊 都OK 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会是对的 那又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Print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过程中的每一个可能的值 给我们多少的Profit 10 1 2 如果我今天Charge它3块钱的话 我总共会赚7块 4的话会赚12 5 15 6 16 7 15 依此类推 结果呢 6块是最好的价格 我可以赚16元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呢 基本上讲到这个地方为止 我们这个课程也差不多该结束啦 最后讲一下一些写作上的这个 你现在更需要知道的事情 首先 如果你要选择要写哪种loop 就写那个让你的程式最好读的 for while 挑一个 好 原则上呢 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知道你的loop要跑固定次数 你通常会使用for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一个loopcounter搭配着一个list 就可以搞定 人们一看就知道你这个回圈要跑几次 好 那或者是你知道最多跑几次 但中间可能会被中断 那你也可以用for 只要里面加上break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跑几次 或者是最多跑几次 都不确定的话 你就用by 这样子的话呢 比较合理 不然你那个loopcounter和那个range 会很容易这个误导人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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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